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嘉义的梅山 来一个两天一夜的小旅行 带大家看看嘉义梅山 不输国外的台湾之美 今天再度来到了太平云梯 Go Go 今天天气超好的 等一下带你们一次看到 你家南的风景 要来到海拔最高单跨市廖桥太平云梯之前 首先你要先经历一段摇头晃脑的旅程 9弯18拐乘以2的梅山36弯 哇 风景超美的 是不是看得到那个摩天轮啊 我带你们上去来看风景 哇这一次也真的很辽阔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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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这好高啊 还有边角 太平云梯啊 它是台湾海拔最高的单跨市吊桥 海拔高度有1000公尺 然后它的全长有281公尺 非常的长 你记得好清楚哦 而且它走在上面这只桥还蛮稳的 很凉啊 而且为什么叫太平云梯 因为它有时候会有云海 有时候 有时候这边看得到云海 还可以看到云加南平原 对 有时机 天没有云海 哇这个吊桥还蛮长的耶 走起来还蛮久的 我们先去走云之南道 对 你们从太平云梯这边过来 可以选择直接走去停车场 也可以走上去看风景 然后顺便到太平老街 云之南道 我们从太平云梯这边走过来 走云之南道到太平老街 大概15分钟吧 走完步道吃完爱玉 总是感觉非常清凉 你给大家看一下爱玉籽好不好 你们知道其实爱玉是从 爱玉籽来的吗 它就一直洗一直磨 然后把它胶子洗出来 然后就变成这样子 我们现在要去哪里 太平老街 去干嘛 吃午餐 肚子饿了 肚子饿了 老街不知道有什么特色料理 我跟你们说梅山有什么特产 茶、咖啡、孙、梅、梅 这是台湾本土的冬瓜 超级大的 台湾本土的冬瓜就是这么大 所以我们在菜市场买到的冬瓜 不是改良过的 超级大 好饿吧 好饿吧 吃饿了 我觉得我还蛮期待这一道的 期待这一道的 它上面松露超多的 法式松露麻油机中西合璧 我现在要吃吃看 它说要拌一拌 好 坐 坐 两个其实是分开的 可是我觉得很好吃 还蛮特别的 还蛮特别的 赞 哇现在 云雾缭绕 我们现在要去走二间三步道哦 吃饱饭来饭后运动一下 如果现在二间三步道下雨 我先不用 哇这边还蛮美的 一大片的茶园 二间三步道的最上面 是一个竹林 我觉得由上往下看其实更美 像一颗粽子一样 它现在云雾缭绕间 其实我觉得齁 你们不要觉得下雨啊 就不上来 因为茶园配着云雾缭绕 是不是更有感觉 只是下雨后齁 天雨露火 走路要小心 哇 璇璇在拍的是 嘉义板抹茶山 可爱可爱 现在在壁湖山的观光茶园 这里我们很久以前来过 今天天气有点 登登 你们看 什么都看不到 但是没关系 因为我们之前爱过 我们等一下给你们看 我们以前拍的照片 有很青涩的我 还有很青涩的Shenno 雨过天青了好美喔 自身在仙境里 你们看 这个图 现在直接给你们看真的 哇 真的看不到遇上 歌手王山 真的 是大天王山 它全是很美 我们可以来壁湖山茶园喝茶喔 边喝茶边看茶园的风景 用茶干杯以茶代酒 谢谢 谢谢 哇 我们现在来琥珀社咖啡体验手作咖啡 超大咖啡洞 我们现在要这个手势大概五到十分钟 然后希望可以达到中浅焙的境界 浅焙才可以喝得出咖啡的果香 你有看到没有 有那个火花 为什么会火花呢 因为你看 咖啡都有会那个果皮 有没有看到果皮 这个果皮啊 我现在在一直在弄的时候 它就会被烧下来 诶 放个方向 放个方向 这样手会比较不酸耶 现在咖啡都烘好了 我们要让它冷却 好可爱喔 是滴滴干弄弄 耶 所以大家可以来琥珀社做咖啡 喝咖啡 耶 我现在吃一口苦茶有面线 感觉很好吃耶 苦茶的香气 跟面线融合的很好 现在来吃意面 意面的话一定要配汤 意面正常发挥 酱好吃 最期待就是这个 苦茶油脂 这个必点 这个好吃 这是咖啡桂鸟 上面是咖啡酱 真的喔 对啊很特别 哇 雨过天晴 霧都散去了 哇 你来琥珀社这边 做咖啡还可以看风景 perspective 摄茴 你們看 雷塞的百萬夜景 天啊 夜景圈圈 圈圈與夜景 要看哪一邊呢 那邊比較 比較亮 而且呢 太平雲梯啊 每天晚上7點8點9點的時候 都會有微笑的天梯 你看會亮燈 青彩霓虹燈 坐在家一直就看得到囉 它是一個微笑的樣子 它叫做微笑天梯 太美了吧 大家早安 就是我們昨天住的民宿 大山自在 是一間很有味道的老房子 然後我們現在 帶大家去它的竹林那邊 走一走 早上起來就可以看到 這樣子的美景 還有聽到超好聽的風鈴聲 民宿呢它有自己做一片竹林 可以來這邊拍很有日式風格的照片 超美的啊 哇你們看走錯竹林之後 早上也超美的 真的耶 我覺得它名字取得很好耶 大山自在 大山自在 我們現在就走在茶園邊 與樹林間 探山聞茶香 灰水風感受 毫無污染的一個角城 我的天啊 哇 這片茶園 也是美 超怪的笑 都是媽媽會做的 家常菜 大山自在呢 它其實呢 主要是 產茶葉的 然後順便做民宿 所以呢 你們來這邊 也可以來體驗 做茶喝茶 你看這都是做茶的器具跟工房 很有味道耶 我們現在在最浪漫的 1314愛情塔 沒錯 因為這邊在海拔是1314公尺 哇 而且呢你們一定要來上來這邊 為什麼呢 你們看 哇這個茶園的view 是不是 沙朗黑喲 只對你說 I will love you still forever 哇 妳要在這邊就不自覺的 想要唱情歌 是不是 茶園之戀 有夠浪漫的 Tiamo 可以對我說出五種 國家的我愛你們嗎 沒辦法 Tiamo I love you 沙朗黑喲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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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朗的天氣正是千變萬歡 你們看 現在就下雨了 然後霧就在飄 好 太新飛步道的第一個瀑布 Go OK 我們現在帶你們去看台灣版的什麼 小酒在溝瀑布 雨季限定的瀑布 太新飛步步道 現在來水比較少 給你們看我們上次來更美的畫面 哇大象山的大象吊橋 好可愛 我們現在帶大家去走大象吊橋 Go 瑞鑫釣橋 好 我其實很喜歡這個吊橋 上次來也很喜歡 這次來也覺得很棒 超可愛的 因為大象實在是太可愛 而且真的很像 微妙微笑 他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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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說 皮子長才 是可愛 我們現在來到了小公主咖啡 可以煮餐 Go 超餓的 一進門就看到我最喜歡的 Smoothie 我要再一整個微笑 欸你有聽過一首小公主的歌嗎 我唱給你聽好不好 你是我的小牙小公主 你有聽過 行程的最後 我們參加了茶席的體驗 由專業的茶藝師為我們泡茶說茶 你問我說 請茶藝師和自己泡茶不都是喝茶嗎 我會說 風雅二字便是其中最大的差異 那聞香呢 是要聞茶葉留在杯子裡的香氣 所以呢我們現在 茶要倒過來 然後聞那個茶葉 一二三 哇成功了 成功 第一次挑戰成功 那這次的兩天一日遊就到這邊啦 很推薦你們來嘉義玩的時候 一定要來美香這邊走走 風景啊 真的很遼闊非常美 而且這邊的活動其實蠻多元的 除了泡茶啊 做咖啡啊 然後呢 你還可以看到超美的茶園景色 然後還有一些很厲害的地質景觀的步道 那就到這邊啦 大家掰掰